师父那说起太岁菩萨 他就是掌管我们的流年运程 每个人一年一个运 就是掌管我们的流年运程 太岁菩萨就是帮着我们提运 太岁菩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责 就是他还要通告很多的护法神 就是协调你们帮助你们记录你们身上的问题 他是个值班的菩萨 他是值日菩萨 他每一年太岁菩萨的形象都会变的 就是每一年派到这个地方做太岁菩萨 他是不一样的人 不一样的佛 所以呢 所以你看看我们拜的这几位菩萨 我都有道理了 太岁菩萨掌管你每年的流年运程 也就是说你在今年一年里面的好坏 不好的丑事什么坏事什么要怎么样 你跟太岁爷爷一讲 他可以让你变得顺利 变得马上会有一些就是显灵 你想想看你有时候人家说犯太岁犯太岁 不是倒大霉吗 对不对 你拜了太岁不就是宵夜吗 对不对 最重要的你就算做错事情了 你要跟太岁菩萨说 哎呀太岁菩萨对不起啊 有的时候你们都不懂 你你就是念礼佛 你把太岁菩萨也带一句啊 就都很好 所以很多人真的很小气啊 你看拜了我们我们心灵法 我们的观音堂啊 这个菩萨拜拜 那个菩萨就不拜了 跑得去就给观星菩萨像一只像 边上的菩萨都不像像 你你你说的看台上哪一只 哪位菩萨不像像像的 你举个简单 你就是一个部门 你就是跟部长关系好了 你副部长啊 那个秘书长 你你你全都要拜拜吧 总好 是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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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念礼佛的时候带你把太岁菩萨也带着 那怎么祈求呢 很简单了 请太岁菩萨原谅 我做错某件事情啊 请拜上菩萨帮我消除业障 其实太岁菩萨你尊重他 他特别开心 而且他是直日观 你想想直日观 就算菩萨发下命来说 把他消除 他跑得比谁都快 他帮你马上就消除了 这还不懂啊 你就是上下上面菩萨批下来说啊 你可以消掉这块业障了 好了 下面慢慢的弄慢慢的弄 你至少还要等一两星期 或者一两个月呢 或者一年两年呢 这个这个随随随他们的 所以过去人家说在地埔里面的关 为什么有过去有一句话 他说当然地埔的境界就比较低了 说人家有钱能是鬼推磨 鬼都帮你推磨 这个都不懂啊 明白了明白了 那师傅就是我们在祈求的时候 就是那大自大悲观 世音菩萨 太醉菩萨 慈悲我某某 帮助我忏悔和消除 对 身上的业障 是这样说是吧 对啊 你跟太醉菩萨一讲 你跟南京菩萨一讲 多少人帮你求情啊 你自己已经 你已经跟这么多的菩萨求情了 说我忏悔了 你为什么不能跟太醉菩萨 帮你多说几句好话呢 因为他当时他是直日观 那么南京菩萨什么的 南京菩萨他是帮你协调的 所有的东西都是协调的 你知道现在协调多厉害啊 是的 是的 协调相当于发改委啊